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今天又再出现了7宗新增的确诊病例 把我国的确诊病例推高到36宗 卫生总监诺西山透露 今天公布的7名确诊病患都跟第26名病患 也就是国库控股高官有过密切接触 而这7名病患当中有3人完全没有出国记录 而现阶段我国有22人已经痊愈出院 至于剩下的14名病患 目前都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 同时在亚洲的韩国情况却不怎么乐观了 韩国今天截至下午4点新增病例374宗 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了5000大关达到5186例 随着韩国的疫情危机达到顶峰 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宣布 政府的所有机构将立刻进入24小时的全面戒备状态 韩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就连军队也加入了消毒工作的阵容 为首尔的大街小巷全面消毒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消毒大军身穿白色防护衣 手里领着装有消毒液的容器 对准首都里的每个角落喷洒消毒液 另外首尔今天也启动了车道检测方式 医护人员在户外搭起帐篷 协助出现疑似症状的市民 让他们不用下车 就可以在10分钟内完成挂号和抽取样本的程序 这个措施不止省下不少的时间 也大大降低医护人员和感染者接触的几率